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一结果 又三千年才能成熟 是的 那确实是神话故事 可是您知道吗 现实当中也真的有这种植物 它生长在37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 咱们来看一下 我身边全是这样的植物 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叶 是特别绿的 它开出来的这个小花是黄色的 据说这个果肉它是白的 而且吃起来是有回甜的 那这个人参果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您看 今天咱不是带着工具来的吗 发出来咱瞅瞅 到底长什么样呢 跟电视剧里那人参果一样吗 嘿 这可跟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 来 电视剧前的叔叔阿姨 咱们仔细看看 我手中的这个 就是传说当中的长寿本草 人参果 这西游记里可说了 说这人参果呀 它的功效是 嗯 闻一闻 就能活三千六百年 虽然它的功效没有那么神奇 但是呢有一本书叫做西藏经济植物 这里面就记载了 这个传说当中的小人参果 它的功效是什么呢 只可力弹 健脾一味 生金只可 意气不血 所以这个神奇的小人参果 它到底是什么呀 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专家老师 会推荐这个长寿本草呢 怎么做才能把它的功效 发挥到最大 发挥到最好呢 咱们赶紧的回到演播室去问一下 回到演播室 我们请到的绝对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他是咱们中国中医温病学大家孔光一教授的弟子 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温病学的学术带头人 也是国家级的明老中医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 古小洪老师 掌声欢迎古教授 古老师您好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丸 激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霉素技术 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古老师我猜这十盒里的礼物 是不是跟刚才我寻找的那个血液高原上的人参有关系 是的 这是人参果粥 当然在当地在这个高原上也可以蒸着吃也可以放在酸奶里最重要的是做汤和熬成粥 是刚才血液高原上的那个小人参的一种特殊的吃法 这么吃功效有可能会更好 所以到底是怎么吃呢 咱们一会儿好好的看看 我首先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季节我们会给大家推荐这个血液高原上的宝贝呢 人参果呢 它早就有记载 像本草纲目十一就讲这个人参果具有泄血中湿血 还可以有温补下缘的作用 当然在这个西藏的经济植物当中也会讲到 说这个人参果 它那个快径就像那个小土豆一样的 它有健脾 养胃 生精 止咳的作用 我们来看看这一碗特殊的带着血液高原小人参果的粥 您别说里面可不止有果 还有其他的宝贝 然后这个粥呈现的颜色是淡黄色的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 在做法上有哪些讲究 咱们一会儿再揭秘 我听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说这个小人参果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可以止咳 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秋季 其实是一个咳嗽的高发季节嘛 对 现场最近开始咳嗽的 或者是身边有朋友在咳嗽的 我们举一下手好吗 这命中率已经高于90% 接近100%了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同样都是咳嗽 但是其实表现出来并不一样 比方说有人表现出来它是干咳 没有痰 是吧 古老师 你看也有人表现出来 它就是失咳 或者是有痰总咳不出来 然后伴随的症状也不一样 有些就只是咳嗽 有些咳嗽是咳嗽 他还觉得恶心 是吧 还觉得这个气不够用 所以是不是同样都是咳嗽 但是想用今天的宝贝 来进行调理的话 还需要进一步地去辩证 是的 还得根据望闻问切 尤其是望着的内容 是比较方便的 我今天不仅带来了人生果 今天我还带了一个小手电 小手电筒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可以看我们患者的舌相和咽喉的 这是中医望诊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大家可能对于望舌相是比较清晰的 舌是不是红 舌是不是淡 对吧 这是舌质的变化 舌苔的颜色以及金叶以及厚白 也都表明感邪的性质 以及病位的浅身 还有邪症的胜衰 也可以通过舌相 那么除了舌相 还可以看咽喉 咽喉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咽上额 是什么样的 还有悬樱唇 还有咽和扁桃体 那么它这个黏膜是什么样 还有这是咽后臂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颜色 到底是发黄 还是暗红 还是淡黄 有没有水肿等等 那么来表明 它的身体的病激状态 是什么样 才能辨证这个咳嗽 是什么样的一个征型 明白了 这过去经常听说的 就是看舌相 对吧 叔叔阿姨 但是说用小手电筒看咽喉 这好像是感冒的时候 西医会看的 说它是中医望诊的一部分 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我先邀请谷教授 你看现场有那么多叔叔阿姨 他们都有咳嗽的一些问题 我们能不能从中 找出两大类 在这个季节 咳嗽最高发的 两种正形中招的观众 然后咱们请他们上来 结合他们的情况 看看到底如何看舌相 如何看我们的咽喉 而其中的哪一类 是适合我们小人生果 进行调理的 好呀 那有请谷老师 谷老师 我看您已经挑好了 是不是 是 两种正形 两种正形 一共四位 那咱们就掌声欢迎 这四位叔叔阿姨 和谷老师一起回到场中 那我现在已经给他们 分成了两组 是代表了两种正形 哦 叔叔阿姨都拿到了 属于自己的一个小道具 代表的就是 她咳嗽背后的这种正形 到底谁属于哪一类呢 我喊三二一 我们一起戴上这个小发夹好不好 三二一 开始 这我们就好奇了 就是看舌相 然后看这个咽喉部的特点 有一类叔叔阿姨 他们就是小火苗这个正形 而我身边的这两位阿姨 他们就是小水滴这个正形 这分别是怎么回事 怎么看出来的 我们就是把它俗称说小火苗 其实从中医学角度来说呢 它这个是属于偏于 废位阴伤的 您看一下我们的道具 他们的舌相呈现出来的 应该是其中的哪几个 第一个 你看这个舌 比较红 没有什么胎了 我们说是光亮无胎 这就是阴伤了 然后再看第四个 也是舌苔比较少一些 偏红 所以有内热 有筋伤 所以舌相上的特点的话 如果您是我们第一个 所说的小火苗 干壳这一类型的 那有可能就是有干裂 然后少胎 颜色是红的 对 如果看咽喉的话 两位小火苗这叔叔阿姨 他们对应的是哪几个道具 咽喉就是这个偏红的 无论是悬樱唇 还是咽后壁和咽扁布 那它都是偏红 包括上额 偏干 少金叶 那这就属于我们说的 那个阴虚内热的 还有这个呢 有的偏暗红 对吧 我们拿这个做一个比拟 也是可以的 它是暗红色的 整个的咽后壁 和整个的咽扁布和上额 都是这样的 缺乏金叶 明白 所以主要看的是 我们的这个小船 还有咽后壁的一个 颜色上的特点是吧 对 还有就是它干燥不干燥 缺乏金叶 有没有水 有没有火 对 有火了 它的水就少了 它的金叶就受伤了 这是第一种正形 小火苗的这种正形 干咳的造出来的 然后我身边的这两位阿姨 她们带的是这个小水滴 您刚才说 这叫湿漉漉 湿漉的 湿漉漉的咳噪 对 那这个又是呈现出来 什么样的舌相特点 和烟火布的特点 我们看第三个 是非常突出的 舌有一些胖 有点齿痕 舌胎是黄腻的 那么它就属于脾虚生痰 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 弹湿组织的 那这种舌相 咽喉布呢 咽喉布呢 它就是出现了什么呢 上额的 就是一种慢肿 上额的慢肿 等于停了一些水的水分 在没有经验 没有书布起来 还有像比如说 上额出现了这种发黄 并且慢肿 那么这也属于脾虚实弹 所以如果是这种 湿腻腻的咳嗽 舌相上 要么就是水光的 要么就是厚腻的 而我们看咽喉布 要么就是水肿的 要么就是发黄的 对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 四位叔叔阿姨 阿姨 您作为这个干咳的 造出来的咳嗽 回忆一下 您自己的日常咳嗽的症状 是什么样的特点 不知道怎么就咳嗽了 就跟那个 空气枪出了的那种 就连着咳嗽 那个嗓子特别干 挺难受的 有痰吗 早晨有痰 平常没有 吃药了吗 没吃药 我不爱吃药 平常看我这舌头 有那个裂痕 中间特深 而且有时候 那个嗓子发干 心里头发燥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热血 伤了经验 就像土地 如果是没有了水分 它不也干裂吗 是的 所以这个阿姨 舌质就有裂纹了 她刚才说的特别的准确 就是腌干 口干 缺乏经验 老要想喝点水 对吧 对 阿姨腌红布的特点 也是像刚才所说的 以红为主 对 暗红的 我刚才已经看到了 所以阿姨就是典型的 第一个舌相 有裂纹的 主打一个干 主打一个躁 您自己有调理吗 我没有调理 但是我心里就想着 有毛病了 一直惦记怎么办 行动没跟上 那不就来着了吗 马上就教您 正确的调理 应该怎么办 这是我们的小火苗 造出来的咳嗽 干咳 我们再问问 湿腻腻的咳嗽 我们选一位阿姨 阿姨 我问问您 您平时咳嗽 是什么特点 我咳嗽就是嗓子弹多 咳不出来 咽不下去那种 就是老那种咳嗽 老咳 但是痰是常年咳不出来 对 有的时候就咳出了点 有时候就在嗓子那腻着似的 就好像咳不出来似的 就使劲地咳 而喝两口水 有时候就能上了点 我现在听您说话 我感觉这嗓子 有咕噜咕噜的 对 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好像有痰似的 这样 总是不透亮 就是有时候咳嗽 咳嗽的 使劲咳嗽 就好像卡住了似的 那样 这种咳嗽 这时候说话 这个咕噜咕噜 是不是特别想清两下嗓子 对对对 想清两下 但是一清 有时候就咳嗽起来 就没完 就咳嗽大不了 就鼻子眼泪的 都能下来 注意看过自己的舌相 是什么特点吗 看舌相 就是早上起来 比较胖 比较大 尺痕比较深 以前没注意观察过 嗓子痒 没注意观察嗓子痒 就嗓子痒 一痒就咳嗽 一痒咳嗽的时候 就鼻子眼泪的就来了 谷老师 这个阿姨 其实她在症状上咳嗽 就是有痰 对 阿姨刚才说的这个症状 还是挺准确的 就是脾虚失足的 痰失比较胜的 但是实际上 除了她这些症状 讲的之外 我觉得典型的 她还有比如说 她比较乏力 然后有的时候 胃会觉得不太舒服 肚子有时候也比较脏 大便不太痛快 拉出来往往不太成型 或者是沾马桶 这些都属于脾气失足的 我看阿姨在频频点头 说对的太对了 权重 是 有时候那个大便 真是不成型 吃日子沾马桶 不痛快 不痛快 那您自己想办法 就是调整一下 这个状态了吗 没想 因为我吃药太多了 所以我也不敢去再吃药 所以古老师 我们会发现 比方说那种造出来的咳嗽 它对应舌相上的 一个特点的话 一个是干 一个是裂 一个是红 然后看我们的嗓子眼 咽喉部的话 也是主打一个红 或者是暗红 对 另外就是缺乏经验 干燥的 日常伴随症状 以一个噪字为主 对 它是干咳 少痰 有时候心里还有烦 对吧 还有 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烘热 对吧 睡觉有时候也不太好 然后呢 大便可能也偏干一些 小便也可能比较少 或者黄 它是一个 一系列的一个 症候群 明白 而我身边的这两个 就是湿腻腻的咳嗽 舌相上的一个特点 要么是白 胖 有齿痕 要么就是我们的胎腻 而如果看我们的嗓子眼的话 一个是水肿 另外一个就是 以一个黄色为主 尤其上额 发黄 对啊 这是脾须的一个本色 刚才我们看两个阿姨的 这个咽喉部的一个特点 真的是 那个黄的是特别明显的 比方说日常叔叔阿姨 其实都知道观舌相的一个重要性 但是今天我们学会了 每天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 除了看看自己舌相上的特点 红不红 裂不裂 肿不肿 咱们再看一下咽喉 如果以红为主 也许是有灶的问题 也许您咳嗽的话是灶咳 如果有水肿 或者是偏黄的话 那也许就是湿腻腻的咳嗽了 这两种症型 它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或者说其中的哪一种 是适合咱们所说的 今天学域高原上 走出来的这个小人参果 进行调理的 哪一类型是适合的 人参果可能更偏于 小火苗似的 我们说阴虚 今夜受伤 引起来的一个废弃失意 宣教咳嗽 人参果更适合的是 我们第一类型 小火苗的造出来的咳嗽 所以这个人参果 它是什么 刚才我们推荐的 特别好的这个做法里面 又有哪些玄机呢 我们先让那位代表阿姨 来替大家尝一尝好不好 阿姨您等一下啊 我给您拿过来 盛一点啊 我尽量把里面这所有的东西 我都给您盛上 阿姨您先尝尝 所有人都望眼欲穿啊 您先尝 多吃两口没关系 阿姨这粥味道怎么样 好喝 甜吧 有点甜味 甜的 对吧 挺好吃的 快跟我们说说 里面都有什么 里面这个人参果 我没吃过 今天头一次吃 还有那个莲子 百合 好像是小米和那个玉米 我感觉 那个水果的人参果 您吃过见过吗 吃过 这个不是那个是吧 不是 不是水果的人参果 对 那个什么味道都没有 我感觉 吃过就是水不当当的 没有 不好吃 这个是甜的 这好吃 好吃 什么口感是脆的还是糯的 应该是脆一点 不是糯 脆甜 糯 对脆甜应该是 然后粥也好喝 好喝 到底这个造出来的咳嗽 这个最好的调理方法 是怎么做的 这个小人参果 而这个小人参果 它又是什么呢 咱们一会儿听听 专家老师是怎么说的 好不好 阿姨 感谢您参与 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卤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卤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好吃不上胃 孩子喜欢吃 老人意消化 是我们养生堂 特别推荐给您的好面条 我们希望您越吃越健康 阿姨 好 谢谢 谢谢 为了感谢紫色衣服阿姨的参与 我们也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何瑞达神经酸 高含量神经酸 富含八种营养元素 美国原装进口 是我们养生堂 特别推荐的神经酸 适合中老年人 保持年轻态 何瑞达神经酸 祝您脑健康 人年轻 希望阿姨 您越来越健康年轻 谢谢叔叔阿姨的参与 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谢谢 郭老师您看 其实现在已经算是深秋了 很快就要立冬了 这个时候咳嗽的叔叔阿姨 真的很多 刚才我们说最常见的 有两大正型 一类是造出来的咳嗽 一类是湿腻腻的咳嗽 这两大正型 有可能跟自己 或者身边的朋友 都息息相关 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预防 如何调理呢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先说说这个造出来的咳嗽吧 能不能先讲个病例 好的 在临床上见到这种造出来的咳嗽 还是挺多的 它主要是涉及到了肺和胃 阴伤了 我就见过这样一个阿姨 79岁了 咳喘 弹宗带血 一年多 也住过院 吃过洗多的药 但是呢 这个弹宗的带血 每天都有 所以她特别害怕 所以她特别害怕 怕是不好的疾病 除了这个咳嗽之外呢 她还有汗出 还有就是睡眠不好 心慌 还有气短 大便也特别的通畅 这个阿姨呢 同时还有高血压 西医呢 诊断呢 它是 是这块扩张 但是这个出血点 也找不着 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能够止住这个血 那么从综医的辩证 四诊 我们就发现 它除了这些症状之外 主要有蛇光红五胎 特别少筋 它就是这个手中的这个杯子 就是不断地在润润嘴 口里头有点筋液 蛇胎少 咽后是暗红的 也是少筋的 然后脉象是一种虚说脉 所以呢 我们就辩证它 属于胃音不足 肺音也不足 气势宣降 然后这个阴虚生了内热 这个热呢 破血忘形 所以就出现了 痰中的呆血 所以这样的一个辩证 是属于肺胃音伤 然后热伤血落 所以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要滋养肺胃之音 还要凝血合落 然后这样的话 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治疗的一个效果 我们就用了 沙身脉冬汤作为加减 那么这也是 我们在文病条变当中 乌吉通在清代 那么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方子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学科 就是文病学学科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子 去进行加减 去治疗 用了沙身啊 麦冬啊 玉卒啊 还有桑叶皮和桑白皮 以及前活 芥梗 花粉 等等 这样的一个治疗 颅毛根我记得也用上了 所以治疗效果非常好 一直到现在这个阿姨 都是非常稳定的 我有一点疑问 因为咱们的这个病基 它是肺胃阴伤嘛 但是其实病例中的这个奶奶 她有一个典型的症状 就是咳嗽带血 对 结合她的年龄的话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是已经咳血了 会不会是肺癌 对吧 那为什么肺胃阴伤 造出来的咳嗽 它会容易咳嗽带血呢 这个原因在哪呢 咱们通过一组互动 来详解一下 为什么肺胃阴虚 引起的造出来的咳嗽 常见的症状是咳嗽带血呢 谷老师 这个孩子从肺的功能说起 肺是主气 撕呼吸主宣发速降的 那么阴阳的这种平衡 保持了肺气正常的宣发速降 它的气血是非常均匀的一种流动 那我们来结合地平 看一下阿姨们的演示 当我们的肺的宣发速降 是 的时候 我们的血液运行 它是什么样的 阿姨们动 谷老师 这个我们就叫做运行 有一定指规是不是 阴阳平衡 气血正常的一种调和状态 我们看阿姨们 它其实是在我们肺部 有一个放大镜 放大出来的这个血管内 有序进行运行的 这个时候当然就是 不会出血的一个状况 对 好 停 阿姨们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说 那如果出现了问题呢 肺未阴伤之后呢 肺未阴伤以后 这个阴虚就可以生内热 我们叫虚热 那么这个热呢 它就容易损伤血落 那么血就易于脉外 所以就出血了 因此呢 它的病理的要点就是 阴虚内热血瘀 交合在一起 而出现了这样的 坛中带血了 阴虚内热产生血瘀之后 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来 辛孔阿姨们 再帮我们演示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阴伤有热 然后我们产生了血瘀 然后它们已经产生了脉外 然后这个时候出血就出现了 是不是 谷老师 是这样 阴虚内热 热破血忘形 血瘀脉外 所形成的 既有阴虚又有内热 还有血瘀 坛中就带血了 首先要排除是不是 肺的恶性肿瘤 如果不是 那我们这个 综艺的治疗 还是非常的有效 刚才的演示 是不是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的是 刚才带队那位阿姨的参与 我们送她一份精美的奖品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5S压榨化生油 驱除黄曲霉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弟弟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阿姨 我们祝您全家健康幸福 谢谢 谢谢 谢谢阿姨 谷老师 我们会发现 从您的治法上看出来 就是不仅需要调 或者是补我们的肺因 同时也要兼顾我们的胃因 是的 就是我们今天想重点讲的 就是一个宣上调宗法 实际上在临床上 让我们见到的许多的咳嗽 有单独从肺制的 但是今天希望我们各位朋友 能够了解到 原来有许多的咳嗽 是你的宗教的脾胃的问题 所导致你的咳嗽 不容易好 吃药也不一定很管用 需要辩证当中 是肺和胃 肺和脾 都要一起来考虑 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 要把它联动起来 因为肺和胃的关系 肺和脾的关系 都是非常密切的 我们大屏幕上给了一张 他们俩之间的 这个关联示意图 那么这个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肺是在上脚嘛 而脾胃是在哪呢 在中脚 一个呼吸系统 一个消化系统 那么实际上 从中医学理论来说 我们在生理上 脾胃的筋液 要上部于肺 所以才能让肺气 得到一种滋养 才能发挥它的 呼吸的功能 宣发速降 才能正常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这个肺呢 是主宣发速降的 它的气肌的疏步 也有助于 脾胃筋液的 一个疏步 那么在病理上 感受邪气 或者是内伤 所引起来的 一部分的咳嗽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 这两个配型 它都是跟脾胃 密切相关 所以刚才我们那个 临床上非常有用的 这个基础方 也是兼顾了 我们肺胃通调的 对 滋养肺胃之音 同时又宣降肺气 止咳化痰 造出来的咳嗽 这背后是肺胃阴虚 既要顾肺 也要顾胃 那在家里面的话 自我调理 是不是就用到了 我们所说的 这个血液高原上 走出来的小人声 是的 这个人声果 也叫绝麻 真正的名字叫绝麻 绝麻 它就是滋养肺胃之音 还是非常好的 它跟那个水果当中的人声果 是两个东西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可以加上 您刚才想知道的 就是百合呀 山药啊 莲子啊 来煮粥 煲汤 刚才那个病人 典型的病人 我还让他喝香参水 让他吃一个海参 来滋补气机 然后气来生金叶 那也是一个 坚决的滋养金叶的办法 补气生金 也滋养我们的金叶 是的 但是我们带来的这个 血液高原 小人声果的一个粥的做法 我们可以看向舞台的一侧 小米百合山药莲子 人声果 也就是我们的绝麻 煮粥就可以了 滋阴补气 润肺止咳 最主要的是 我记得刚才 尝的那个阿姨说 说挺好吃的 我们看舞台的另外一侧 它的这个图 看上去长相一般 但刚才阿姨说了 它是脆甜脆甜的 这个准确吗 这个说法 谷老师 它不脆 实际上呢 你要是做粥的时候 先把它洗一洗 然后就像跟莲子一样 百合杆一样 都把它洗一洗 就放在粥锅里头 一块煮 煮了以后 它就有点像那个 小红薯的那个 面铃铃的感觉 特别的好吃 诺甜诺甜 诺甜诺甜的 还特别好吃 所以你要是肺胃阴伤 造出来的咳嗽的话 这款食疗粥 一定要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但是可能另外一部分 叔叔阿姨就说了 那我不是造出来的 我是刚才就是另外两位的类型 我是那个湿腻腻的咳嗽 我应该怎么办呢 咱们也从一个病例故事 讲起吧 谷老师 好的 这也有一个典型的病例 那么那是在2023年的1月份 当时呢 他是12月份得了新冠的肺炎 因为他那时候特别的繁忙 因此呢 他自己得了肺炎 根本就没有好好的治疗 也没有好好的休息调养 那当一个多月以后 他还在咳嗽 每天过完夜两三点钟 才咪咪灯灯的才能睡 睡上几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还要上班 他吃连正咳药都吃了 但是也没有解决问题 咳嗽有痰挺多的 然后疲乏 大便是不成型的 然后那个舌苔就厚起来了 而且是腻的 舌质 颜色是淡的 舌形已经胖大了 也不好好的吃饭了 就能呐呆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是属于脾虚失胜 所导致的废弃 时宜宣将的咳嗽 实际上呢 早在《皇帝内经》当中 就有这样的论述 我们可以看 说冬上雨寒 春生淡热 春上雨风 夏生顺泻藏僻 然后到了夏上雨暑 秋必劫虐 请大家注意 最后一句话 秋上雨湿 到了冬天 冬生咳嗽 是为四时之序也 我们说 从冬天到春天到夏天 我们看到都是跟什么呀 季节的主气有关系 那只有到了秋天 它是说是秋是伤于什么 伤于湿 伤于湿 那么湿是怎么来的呢 可能大家都有一些疑惑 那么我们说 这个诗实际上 应该是从 长夏初秋开始 大家都知道 这个诗节 那么长夏初秋 它就容易生失 我们说那个桑拿天 喝一些饮料啊 吃一些冰凉的东西啊 这个时候 无论是牢眷 思虑过度 都容易伤痞 所以从大江南北 我去过许多的医院 那么看到了许多的病人 这个时候 湿血都是非常明显的 有一个停距 那么到了真正的秋天 比如说寒露霜降 实际上大家也能感受到 在大自然田野当中 这个湿气还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人呢 吸收了以后 从口鼻而入 这个湿气 也就侵入到人体 当然我们如果是 走在田野当中 皮肤 我们的胳膊 我们的脚腿 也会沾染这个湿气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我们清代的 文明学家当中 就谈到了 关于湿热内生 跟太阴内伤有关系 太阴内伤 就指的 这个时候脾胃就受伤了 它就容易生湿 运热 然后又导致了肺气的 食欲宣将 咳嗽 比如说 薛松白 在《湿热病》片当中 就讲到 太阴内伤 失邪停聚 克邪在治 内外相隐 故病湿热 就出现了 湿性的咳嗽 和湿热的咳喘 所以治疗的时候 就给它 健脾 益气 化湿 然后 宣肺 止咳 平传 我就给它用这个方法 听上去的话 就是湿泥泥的咳嗽 它背后的这个病肌 其实是脾虚失胜 脾虚失胜 对 它的除了咳嗽呢 它有神皮乏力 然后蛇是淡胖的 大便是不成型的 有时候还沾马桶 吃饭也不好 然后呢 刚才说 这种的病人 上额 它都是发黄的 而且是慢肿的 脉呢 比较细滑 或者是悬滑 这种情况 我们对应一下症状 如果能对应上 我们咳嗽的一些特点 还有一些伴随症状的话 有可能您的咳嗽 就是脾虚失胜 失腻腻的 这一类的咳嗽 对 临床上您是怎么治的 就是健脾 化湿 然后悬肺止咳 这个方子就是我自你的一个方子 也是根据经方 经典的方得来的 里头有白竹 有福林 半夏 陈皮 草扁豆 然后再加上桑叶皮 亭栗子 钱壶等等 但是这个其实是就是病程 严重到一定的程度 要找我们专业的医生 进行加减化财的 对 就刚才说的那个典型病例 后来吃了这个药 让我特别感动的 就是一副药 他就说 前一天吃了一副药 间隔了六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 他七点半给我发来短信 说中药怎么这么有效 我终于在一个多月后 睡了一个葫芦椒 所以他就特别特别高兴 说我我就不咳嗽了 然后还有一些痰 然后嗓子还有点不舒服 然后呢吃饭还有点问题 那继续调理 真的是七副药 就解决了他彻底的问题 所以很多声匿匿的咳嗽啊 就是老治不好的原因 其实是没有抓住 脾虚失胜的问题 是的 是吧 一旦我们做好了健脾 去您说的 它起效是非常快的 对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对应刚才的 就是我们失腻腻的咳嗽 脾虚失胜的症状 如果对应上了 在家里面 我们自我调理怎么做合适呢 我记得刚才紫色衣服那样 阿姨说 说我这困扰都很长时间了 然后我自己想了一些办法 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 对吧 那什么样的调理方法 针对我们失腻腻的咳嗽 调理的效果 它会起效特别快呢 有一辈自我调理的代茶饮 就在我们的舞台一侧 我们选一位 正好对正的叔叔阿姨 来上来尝一下 好的 我们第一排的阿姨吧 您替大家来尝一尝 这边请 谷老师这边请 阿姨这边请 阿姨您说说 您这个日常咳嗽的特点 咱们再帮您判断判断 她就感觉吧 这儿好像有痰 但是我老想这么咽 这么干着往下咽 她咽又咽不下去 她也咳不出来 就感觉特别难受 痰至咽喉 我现在还感觉到这个痰 特别不舒服 特别是凌晨的时候 就我就这么侧着睡吧 就觉得她这儿 老想这么着 咽一下 老想这么着咽 但是呢就是特别干 就是这种情况 还咽不下去 还咽不下去 还咳不出来 看看您的舌相可以吗 可以 舌苔特厚 特腻 来我们看看您嗓子眼 你看嗓子眼 你来看看 你看她的嗓子 整个都是黄的 特别水肿 冲雪 冲雪 冲水的状态 冲雪 冲水状态 冲水状态 对 这就是湿泥泥 所以特别明显 阿姨好像比刚才那个阿姨明显 就是她是肿的 肿的同时有黄 对 这就是湿热 你看她的舌苔也是比较黄腻的 对 就脾虚湿盛 她日久就容易化热 对 变成一种湿热 这种湿热的咳嗽 痰特别的不好治 嗯 就像阿姨说的 常年如此 想咽咽不下去啊阿姨 嗯 自己也尝试了很多方法 效果不佳吧 对 我吃药或者是干什么 效果都不太好 来吧 效果好的 这杯茶肯定是适合您的 谢谢 您来替大家尝尝 嗯 先喝 对喝完再说 嗯 不着急您先喝 嗯 你放心的喝 这都是在您家的厨房里头的药 药食同源 对 药食同源 就是好吃的药在您家厨房 不好喝的药是在药房 嗯 阿姨全喝了听完了以后 哈哈哈哈 阿姨看来这杯茶的味道还行 特别的清香 里面有熟悉的味道吗 您尝完之后 有好像是有那个 叫什么来着那个 柠檬的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柠檬 淡淡的那个也不苦 嗯 也不色 也不甜 反正挺挺适合的 有柠檬味是吧 嗯 还有呢 其他的味道没喝出来 是一杯淡茶 但是很香 很香 喝完以后的感受呢 我喝完了觉得这儿特别舒服这儿 比刚才上来的时候强多了哈 强多了 好的 这杯带着浓浓的香气 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 比方说酸甜 苦涩 咸这些味道的 代茶饮 调离我们湿腻腻的咳嗽的 到底有哪些宝贝呢 一会儿咱们听听 专家老师是怎么说的 感谢您的参与阿姨 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阿姨 汉王科什音电子血压剂 给您送健康了 汉王血压剂 科什音法测血压 测量平均误差仅一毫米拱柱 精准测量新高度 血压无小事 测量需精准 汉王科什音电子血压剂 祝您血压无忧 长寿健康 谢谢阿姨 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 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养生堂推荐 我们来的这杯茶 它是香香的 然后是透着柠檬的香气 这个答案准确吗 里面到底有什么 其实没有柠檬 是因为有陈皮 有西洋参 还有茯苓 有山药 还有炒扁豆 哇 它是混合香 对 所以它就具有了 健脾化痰湿的 里气合中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陈皮食克 茯苓食克 山药食克 西洋参食克 白扁豆食克 为什么会选它们几个 对 因为这几个药 你看 我们说西洋参 是义气养阴的 我们的茯苓是健脾化湿的 山药也是健脾 对吧 义气的 茯苓豆也是健脾化湿合中的 那么陈皮是里气合中 所以既要健脾化湿 又要里气合中 就可以达到 对于咳嗽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节 不是单纯的调咳嗽 主要是要抓住 我们背后一个 脾虚失胜的问题 对 治病要求本 这种的 两太阴同病的这种咳嗽 就是要从足太阴 脾开始抓起 所以咳嗽从脾味抓起 湿腻腻的咳嗽 久治不愈 也许就是没有抓住 我们的脾的问题 健脾去湿 李气合中 这款代茶饮的话 可以在家里面尝试起来 有没有什么禁忌 如果是特别上火的人 比如说现在口舌生疮了 那你就大便特别干 这种情况 那就暂时不喝了 明白 一定要对症 如果我是造出来的咳嗽 那我们前面的那个 小人参果的调理方法 就适合您 可以 如果您是湿腻腻的咳嗽 那这个健脾盒中 去湿的代茶饮 就是适合您的 是的 但是说到我们的经典论著 就是温病调变 里面有一味药的记载 它可以实现全方位护肺 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 我们用这一味药 它有三种做法来入窑 做一道美味 来帮助大家护好我们的肺 到底是什么怎么做 咱们一起走入养生厨房 来了解一下 养生糖推荐健康产品 乳化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酶素技术 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鲁花养生厨房 今天这个菜看上去 特别像咱们的四川名菜 干煸肉丝 然后看上去特好吃 但是我观察到一点细节 这里面不光是肉丝 以前我们就曾经用杏鲍骨丝 替代掉部分肉丝 咱们今天依然是肉丝 搭配杏鲍骨丝吗 那不是 今天咱们是用了一小部分的肉丝 再搭配上了一部分的 这个丝 可能平时我们用的很少 知道的也不多 但是今天它的味道 编完以后 真的我觉得比肉还好吃 所以今天我们的干煸肉丝 又是一个升级版的 这一次我们的宝贵食材 不但是杏鲍骨了 而是这个特殊的小白条 没错 今天的这个小白条 我两用 这个就是这种 是吧 新鲜的状态 然后另一用的是 给它研磨成粉 一会儿最后用于调味来试 让它这个香味更加突出 但是我听说 今天这个特殊的小白条 其实它的妙用有三个 还有一个 是跟养生有关系的 对啊 我们今天主席不是要养肺吗 秋天容易什么 容易受凉以后咳嗽 还有一些呢 本身就有痰湿体质 加上一些受寒以后咳嗽 我眼前这一壶茶 就是养肺散寒化痰的 养肺化痰的 在这个养生茶里面 是有这个特殊的小白条的 证明它本身有可能 也是有养肺的一些功效的 对 它到底是什么 咱们今天的这个小白条 妙用三处都是什么 咱们边坐边说 首先啊 咱们就先把这小白条 进行一个干鞭 这个呢 咱们要给它鞭成那种肉香 而且还有肉的口感 所以要小火慢慢鞭 其实干看这个小白条的话 我们拿手去就是触碰它一下 它是很有韧性的 然后闻上去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干苦的味道 对 要让它有干鞭肉丝的感觉 第一步就是真的拿它 当肉一样去干鞭 然后再给它增香 咱们起锅烧油 稍微的来点油呢 咱们一会儿给它煸点 让它焦黄酥脆 增香的关键 其实跟用油的关键很大 今天刘大厨选的就是 乳花5S压榨花生油 这个油的特点就是 花生油的香味特别的香 它里面有一个 去除黄曲霉素的技术 是获过国家科技 进步奖的一个技术 主持者是又香又安心 咱们锅里的油温 已经差不多了 两个三成热 直接下入咱们的小白条 小火的慢慢煸呢 能够把它里面的水气 给它煸出来 这样香味更加地突出 而且口感也会更加地好 有韧劲 吃起来更酥一些 所以这需要一点时间 是不是 没错 小火煸 如果说开的火有点大 这个表面颜色已经很深了 但里面没有煸透 它太韧了 爆嚼 刚才我们说 其实张老师推荐的 就是小白条的第三个用法 是拿这个小白条 做了一个组合和搭配之后 组成了一个 可以润肺的代茶饮 对 这个代茶饮呢 来头可大了 我们知道啊 古方有个杏苏法 吴居宗在《温命条片》里 这个写的一个很著名的方式 这聊就是凉造 就这种秋天 天气凉了 而且呢 又有一些造型在里面 引起了一个肺的一个 肺气不宣 比如说有一些咳嗽啊 鼻子干啊 还谈有一些湿湿的白白的 用这个杏苏伞 但杏苏伞里的成分太多 今天呢 又有一个简易版的杏苏伞 我们看看大瓶 只用了四个食材 我们看看第一个 杏仁 我们都知道白受得入肺 它能够降气化痰 还有酥液 觉得两天受凉了 爱雨淋了 鼻子堵了 酥液 煮水喝 然后先熏一熏一鼻子 再喝喝之后 它是个温的 温能够疏散风寒 第三个 陈皮 第一 陈皮能够合胃 第二 能够化痰 第四个 就是我们今天小白条的 一个成分 要食两用的 这么一食材 你要注意啊 就是说说的是凉灶 如果是热灶 比如嗓子疼啊 大便干啊 这种热性的 就最好别吃 我觉得比方说 素油脾胃虚寒的 本身是一个寒性的体质 然后最近又遇上了 我们秋灶的这种氢害的话 那有可能造成的 就是凉灶的问题 今天这个性酥散就是合适的 对 可以带茶饮 也可以煮得浓一点 喝完之后再出点汗 出了汗血 把这寒气给散一散 会好得更快些 到底这第四位要材和食材 就是我们的小白条 它是什么 您边做边猜着 刘大川 可以 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行了 编到一个表面微微的焦黄 而且能明显闻到这种 清香的味道 稍微的干松一些 它这个状态有点像焦白了 萝卜条也像 对 又像萝卜条 又像焦白 但是刚才我摸了一下 就是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食材 都不是这个特殊的小白条 干边过后 才是一个去了水汽的 很丝润的一个状态 是的 越嚼越香 但是这个小白条 刚才我闻着 它其实是有一点既干又苦的 对于大家想象一下 有没有哪个蔬菜 哪个根茎类的这种食材 它的口感是跟贡菜类似的 但它又是白色的 是的 没准就是今天的这个 可以润肺的小白条了 分享一个好消息 养生厨房设立俱乐部了 想要四高调理 体质调理 营养调理食谱的叔叔阿姨 赶紧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吧 大家看 对 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 比刚才要少了将近一半了 脱水严重了 对 但是脱水的同时 它里面的味道更加的浓郁 而且口感更加的好了 咱们这样 这个胳膊旁边 小伙们慢慢的建议 这个只是代替一部分肉 但是实际上 我们是准备那点点肉丝 也是夹一块 在这边咱们编着肉丝 那边小伙编着小白条 这个肉的话要想增香 我记得刘大叔您说 今天这个小白条 它还有一个妙用 它还有一个很好的 做成香粉的效果 是的 然后磨成那个粉 一会儿咱们在腌肉的时候 会洒出一些 让那个肉里头 也借助了这个小白条的味道 好 来 咱们稍微再来点油 然后呢 锅里的温度也是 咱们保持一个三四层热的时候 把咱们这肉丝放进去 进行一个小口干边 吃得一个干爽 因为其实那个最传统的做法 就是干边肉丝 那个肉丝 最后是编到一个 类似于牛肉干的状态 类似于 但是呢还能咬得动 干边让它迅速的脱水 为什么这个肉丝和那个小白条 它不能一起煸炒呢 因为呢 这个两个乘处的时间不一样 咱们这肉丝清了以后 稍微地搁点盐啊 胡椒粉 这个料酒 来点咱们的淀粉一腌就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肉丝就煸到这个两面 焦黄就可以了 把刚才咱们煸的这个小白条 跟咱们的肉丝加一截 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入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磨成的那个香粉 稍微地撒一点 香料粉里肯定不只是小白条 对 这个香料粉里呢 我们还加入一样白纸 两种粉就是混合在一起 更能突出肉香味 突出这个清香的味道 这个香料粉里呢 就是小白条两份 白纸一份 打成粉末 就是一个我们给菜肴 增肉香的秘籍 同时还增加了这种养肺的功效 来看 非常的干松 那么像这种状态呢 就基本上合适了 咱们 咱们稍微地加点咱们的鲜酱油 趁着锅热烹一点 除了刚才的香料粉之外 其实自然鲜酱油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因为这个酱油最大的特点 就是酱香味特别的浓郁 在全封闭的静酿舱内进行酿造 整个过程是隔绝了外界的污染 还有杂菌的侵蚀的 所以酱香的味道是很纯净的 零添加 咱们国家队运动员 吃的也是这个酱油 然后呢 来一点点的糖 再撒点咱们的孜然粒 拎出锅之前呢 来点咱们的蒜末 再撒点咱们的红椒 香菜 我觉得有一点考虑特别好 就是传统的干边肉丝 它其实是香辣香辣的 但是现在不是润燥吗 那吃那么辣肯定不合适 对 今天我们就是鲜香十足的 孜然不少 太香 太香了 太香了 感觉这时候应该下米饭了 可是到这会儿我们还不知道 今天有三处妙用的这个 它到底是什么呀 张老 我们看个大屏 这个第四个是什么 是结梗 杏仁9克 酥叶9克 唇皮6克 结梗6克 你搁这湖里 住一湖水 带茶饮 这么喝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看结梗的功效是什么 你可以舔一点 它是一种辣的 甚至终于叫腥味 还有点苦味 心能够发散 苦能够往下降 而且它不能入肺精 开轩 肺气 血痰 利咽 中药有一个汤 叫肝结汤 就是肝草和结梗 嗓子疼的时候 就拿肝草和结梗 泡个汤就好好 我们今天是用它这个 开轩 肺气来化痰 值得注意就是说 这个结梗量别太大 我们一般的在中药里面 是不能超过10克 如果能买到鲜品的话 每个人的量也就一顿 别超过20克 而且因为它那个结梗里边 它有一些就是那种腥味 吃多了以后会伤味 因为胃不好人 胃困扬人 少吃点 出锅中盘 觉得闻着和那个传统的 干边肉丝的香味 真的是一点都不逊色 鲜香十足 本身也很有韧性 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 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季节 润燥养肺的效果 咱们也找到了 非常完美